一百一十二年 國慶大會 一百一十二年中華民國國慶即將登場 今年的國慶以臺灣團結 堅韌前行為主題 今天在總統府前展開最後總預演 國歌演唱時 由國軍慶努客運輸直升機 吊掛巨幅國旗飛越觀禮台 國慶禮讚 國慶禮讚由藝人楊烈等人 共同演唱漢詩 亦難忘與永遠存在的臺灣 傳達面對各項挑戰時 國人都能互相包容扶持 繼續向前行 不只如此國慶表演亮點 還有他們 有翡翠騎士之稱 東京農業大學第二高等學校催奏樂部 今年受邀在國慶大典中演出 表演融入經典動漫組曲 活力試射的演出更是提前亮相 而民眾最期待的還包括五架勇英高調機 以緊湊的編隊隊形高速飛越 展現飛行員的高潮技巧 最後還有空軍雷虎小組 六架AT3掉鏈機噴出藍白紅 三色彩色尾焉 劃過天際 飛越走風不上空 場面相當震撼 滿滿誠意的各項表演 要凸顯臺灣的強韌 共同慶祝一百一十二年國慶大典 三連熊黃聖波 日文NC小組台北報導